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焦点新闻 国家主席习近平回信给中国单版话说运动员苏亦明 向他和中国的冰雪建议取得优异成绩表示祝贺 并且提出恩切的期望 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回信中说 你和中国的冰雪建议在冬奥赛场上奋勇拼搏超越自我 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向你们表示祝贺,为你们点赞 习近平说,你在信中说出生在一个伟大的国家 成长在一个最好的时代,通过努力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感到好幸运 习近平说,新时代是追梦者的时代,也是广大青少年成就梦想的时代 希望你们心是祖国,至全高远的踏实地 为奋斗中创造精彩人生,为祖国和人民贡献青春和力量 近日刚刚满18岁的中国选手苏毅明写信给习主席 回报了会牢记习主席的教训,刻骨训练突破自我 实现了梦想的奋斗历程,表达了继续努力 健康成长报效祖国的坚定决心 苏毅明在北京冬奥会上为中国在单反滑雪上 取得了历史性的首面金牌 他和18岁的金牌得主谷爱宁,可以说在内地引爆了青春风暴 中国新一代的载人火箭可能会采用垂直起降回收方案,可以重复使用 内地媒体引述中国防派科技集团一院院长黄小军透露 中国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可能会采用新型垂直起降回收方案 同时具备重复使用的能力 在着陆阶段就采用网系回收装置实现五着陆 黄小军说中国新一代的载人运载火箭可能将采用新型垂直起降回收方案 在入过程在发动机减速基础上 还会利用气动陀进行控制和减速 着陆阶段就采用网系回收装置 将会更多返回用机构从战上转移到地面 减少战上负担的同时利用网系承索对火箭进行减速 实现软着陆 根据介绍,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将会开展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可能会 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采用通用化设计 同时就具备载人和货物运输的能力 这种火箭针对近地空间任务采用两级串连结构模型 一级级就具备重复使用能力 近地轨动运载能力大约是14吨 针对月球议员的探测任务就采用三级加助推器的结构模型 地月转移载轨道运载能力大约是27吨 目前中国载人航泰工程主要是使用长征2号F、长征7号、长征5号三款的运载火箭 由航泰科技集团研制的长征火箭为中国空间站的建造 许 近日、三迦中央媒体报导 第七十一集团军一名中型合成旅市場 作为全军首批的数字化合成旅 bring 陸軍數字化旅是提升戰力的訓練累積了經驗 這支部隊到底有多強勁呢? 報導的畫面顯示這個中型合成旅曾經在演練中 正面擊敗了某一個重型機械化合成部隊 體現了解放軍數字化部隊在現代戰場上的統合能力 隨著各種資訊化的裝備陸續列裝 以及官兵資訊化數字的提升 一個解放軍數字化部隊的指揮模式、訓練模式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對外就憑著無人偵察機、雷達偵察、熱像偵察等多種偵察手段 戰場即時的感知能力大幅提升 對內就通過衛星定位和資訊互聯 指揮員在指揮車裡對裝備部署情況 以及運動情況一目瞭然 指令可以直達到單一的戰車上和單一的士兵身上 而硬體上就裝置了新型資訊系統的武器裝備 實現了一件發射百發百中 這個女的通訊技術員接受採訪時說 如今大規模配備了資訊通訊的通聯裝備 他們跟廠家不斷學習 快速掌握了新裝備 在去年的一場紅白對抗演練當中 面對裝備重型裝甲的機械化合成部隊 技術員帶領數字化團隊充分發揮了資訊化的優勢 為奪取最後的勝利提供了有力的支撐 解放軍在2008年開始組建自己的數字化部隊 與傳統的機械化部隊相比 數字化部隊具有 戰場態勢感知更加靈敏 作戰行動更加迅速 作戰指揮更加簡單 作戰保障更加便捷的 作戰能力更加高效強悍的優勢 有軍事專家評論解放軍的數字化部隊的戰鬥力 是普通傳統的機械化部隊的3倍以上 轉看住建部堅持 內地的房屋是用來住的並非用來炒 中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危雄表明 2022年還是毫不動搖地堅定堅持 防止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 不會將房地產作為短期刺激經濟的工具和手段 加強預期引導 因應施政策 促進房地產、良性循環和健康發展 當局表明今年要保持 調控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繼續穩妥實施房地產、長效機制 將城市的主體責任和省級政府的監督責任落實 保證是剛性住房需求、滿足合理的改善性住房需求 繼續穩定地價、穩定房價、穩定預期、偽紅話 重點是要做到三個加強 第一是加強土地、金融和市場監管等政策的協同 第二是加強中央部委、省、市的調控聯動 第三是加強對城市一成一策的政策的指導和監督 同時堅決有力地處置個別的房地產企業 因債務違約所引發的房地產項目預期交付的風險 這項工作是以保交樓、保民生、保穩定為首要的目標 以法治化市場化為原則 壓實企業主體責任、落實屬地政府管理責任 維護好社會穩定、維護購防群眾的合法權益 福州一名女童不明原因之下中了陀中毒 當地警方已經立案調查 今個月的22日 有福州網友在微博上求助 說一歲的表外生女就是陀中毒 不需要救治的,引發了廣泛關注 24日家屬說小朋友已經找到相應的藥物正在醫院進行救治 警方已經立案調查 有醫學專家說陀是小片的重金屬 通常只有在實驗室才有的 一般人意外接觸的可能性非常少 而且醫治好之後可能會有後遺症 甚至可能會引發癌症 武漢市四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許圖接受採訪時說 陀是一種無色無味的重金屬 他的化合物屬屬於高毒類 小妹妹檢測結果是尿陀每星12800微黑 血陀每星1857微黑 已經是特別大的劑量 專家說陀中毒治愈之後可能會有後遺症 例如是神經功能損害、視力減退等 陀具有致癌性也可能會引發癌症 陀在生活中很少見 除非居住在含有陀的礦山附近 通過接觸、灰塵和飲用水等 在人體內積聚導致中毒 而在城市中通常只有特定研究的實驗室才會有 一般人很難接觸得到 最後看看3300萬年前 一條鱷魚踩中了一堆便便成為了考古的經典 3300萬年前 一隻鱷魚踩中了一堆新鮮糞便 腳印一直流傳至今 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團隊 在越南北部發現了一個罕見的腳印 這也是首次發現鱷魚的觸印糞石化石 相關的研究成果已經在國際期刊 遠古世界上發表 2018年中科院古脊椎所研究員鄧濤和 在越南相關的機構合作團隊一起研究 在越南展開了野外的考察工作 發現了一百多件的糞化石 以及多種的脊椎動物的化石 其中包括了這塊鱷魚捉印糞化石 論文的通訊作者 中科院古脊椎所 保羅拉米博士介紹 竹刃大約有四厘米長 可能屬於3300萬年前的一種 大約兩米長的鱷魚 由前竹的第四和第五指構成 要保存這樣的化石 糞便在被剪踏的時候必須是新鮮 而且地面應該是柔軟和潮濕的 這種環境可以使到剪踏的時候產生足跡 而且不至於踩碎 由於鱷魚是社會性排行動物 通常生活在一群體裡 因此科學家沒辦法確定當時 這隻鱷魚踩到的 是牠自己的糞便 還是其他鱷魚糞便 保羅拉米博士解釋 鱷魚的足跡化 糞石是比較少見的 牠在鱷魚的糞化石上 發現了共存的鱷魚足跡還是第一次 新鮮的糞便由於是 柔軟的結構和其中的脂肪含量 可以作為一個比較大多數 沉澱的物質更好地保存下來 糞化石研究近年吸引了廣泛關注 並建立了一套學術體系 作為古生物學領域中的新鮮事物 糞化石已經是遺跡化石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在保存生物行為特徵方面 就是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通過糞化石研究 科學家可以對生物的食證、生活環境 以及生物的多樣性進行分析判斷 今天的分享到此為止